哇 現在想回去 為什麼會去選擇當一個人的後輩啊 有當過後輩啊? 有啊 有啊 當然會有啊 啊 誰 喂 哈囉 你好 我是 Terence 歡迎 Justin 劉蓋輝 哈囉 哈囉 爸爸RZ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 Justin 劉蓋輝 Woo 來 說一下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呃 我現在的心情應該說很開心吧 終於能夠跟大家宣佈我這個 籌備了其實有一段時間的個人音樂會 我們的愛情故事 所以愛情故事如果是單身的話 可以去你的音樂會嗎 可以 他可能會在那邊找到真愛 誒 為什麼 因為也有別的單身過去啊 他在現場可能很軟你知道嗎 你是說 他就想談戀愛了 哈哈哈哈 邵結營 可以吧 然後現在就是跟Queenie的感情也很好嘛 所以會不會就是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會在營業會上面公布一些喜訊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網紅啊 藝人 結婚的結婚啊 生孩子的生孩子 那你咧 我發現今年真的是特別多 同一個圈子的朋友 都要開始組織家庭 就是我們會說 哎呦 OK 我們現在都在一起四年了 會不會真的是認真去思考一下 接下來要怎麼走 會不會真的是結婚 會不會想要成孩子 這些我們都會事先去談好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都會有一個公司就是可能目前不是最好的時機 OK 我們也在看在哪個時候是對的 你知道就是如果是我單看你們的社交媒體啊 我是覺得你是那個會比較爹的那個人 然後他就 因為我覺得在說 你對我太多誤會了 可能可能是 哈哈哈哈 那因為老該非就是一個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很愛唱廣東歌的 而且音樂在馬來西亞已經是很難了 然後還要挑戰廣東歌 為什麼會想要往這方面去 我喜歡廣東歌這件事情 OK 我覺得他有一個特別對我自己而言有個特別的魅力 就是也可能因為我本身的母語 本一開始說的第一個語言就是廣東話 嗯 所以這個這個語言對我來說可能是特別親切 有一個特別的魔力對我來說 那當初出道的時候 也因為當時的Alex燦老師在比賽的時候 他他說 如果你想要在這個行業能夠 他那時候是說在這個比賽 能夠走得更長遠 你應該繼續選唱廣東歌 就那時候我才會發現 原來我唱廣東歌是特別的 所以來最後有什麼話要對巴巴拉基的觀眾們說 就是可能讓大家去支持你的這個個人的音樂會 在觀看的朋友們 如果有興趣來支持我這場音樂會 希望能夠帶給你一場非常浪漫溫馨的一場音樂會 對就是不只是日戀中的情侶 單身的朋友也是可以去看的 對不對 就是聽一下老改輝唱情歌給你聽 而且還有李佩玲跟賴松鳳 兩位非常會唱的歌手出現在那邊 所以一定要繼續的支持老改輝 支持我們的愛情故事個人音樂會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劉介輝 接下來11月12日 我將會在Zap Kuala Lumpur 舉辦自己的首個個人音樂會 希望到時候大家可以入場支持我這場音樂會 想要知道更多更爆更Hit的消息 記得守住Paparazzi 我們下次見